大家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兰花虾米饭 首先我们把糯米洗干净 洗至水清澈变形了 现在我们加入适量的水,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锅里加入适量的水,再把干的兰花放入水中 如果要用新鲜的兰花也可以 煮至兰花冒出生蓝色 糯米已经泡化两个小时了 现在我们把水滤干 把糯米分成两份 第一份我们会加入椰浆,那么椰浆我们会加入少许的盐 另外一份呢,我们加入100ml的兰花汁 水滚后把糯米放入锅里蒸熟 现在我们来准备其他材料 把小葱头切碎 蒜头和姜也同样的切碎 这个是泡发好的虾米 把虾米切得稍微碎一点 把虾米切得稍微碎一点 糯米切得稍微碎一点 糯米饭已经蒸熟了 把糯米取出放凉 这是风干叶 把风干叶同样的切碎 把风干叶同样的切碎 锅里下适量的油 先把蒜蓉,葱蓉,还有姜蓉呢 倒入油中爆香 包自微黄 这时候我们加入风干叶 还有一大匙的辣椒糊 继续的拌炒 再来将入虾米碎 把虾米也炒香 最后呢加入少许的糖 和盐调味 包香后便可取出备用 包香后便可取出备用 现在我们把兰花糯米饭 还有白糯米饭混合在一起 这碗有点小,难以操作 我们把它倒入一个更大的碗中 把两种颜色的糯米饭 把两种颜色的糯米饭拌匀 最后拿一个容器 容器先铺上一层保鲜膜 方便取出 把糯米饭拌匀 把糯米放平按时 最后呢我们铺上虾米碎 再把它切块 再把它切块 南花虾米糕 南花虾米糕 我家人非常爱吃 喜欢的朋友你可以尝试 是一道很不错的糕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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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南花虾米饭 希望您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